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分哥分享 我是分哥 我现在是戴着口罩说话 所以是不是听起来声音有点不一样 因为家里面虽然米啊面啊 菜啊什么的 都是网上购买的都有 可是有一些东西网上买还是不方便 比如说那些调料 油盐酱醋 花生酱 这些各种调料不好买 还有是 零食什么的 比如说薯片啊 可乐啊 饮料啊 这些东西家里面是 非常短缺 所以我还是要出来去买一下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开车在路上 我现在来去pack and save买一点 这些东西 然后 主要是要进超市的话 所以我就戴了口罩 希望没有残龙吧 希望 进去不用排队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怕排队的 我今天是第一次戴的口罩出来 之前都没有戴口罩 因为口罩现在也是短缺 所以说不需要用的时候我就不去用它 那今天这种情况要进超市的话就一定要用了 看一下 车非常多 平的车还是很多的 就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这边进去看看有没有车位 这边就要进去 这边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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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进去吧 车是超级多 这边有一个老人家是没有戴口罩的 真的有队啊 看来这些我来的时候 没看到队是因为我们要靠近看 这边来看其实是有队伍的 队伍在这儿呢 真的要排队 我的天 这边的确是有个队 所以那天我来说 没有队是我那天没有过来 没有靠得足够近 所以那天我是报错了 实际上是有队伍的 这是队到底到哪儿 我的天啊 这个队这么长 比我想的长多了这个队 原来这是队隐藏在这个位置 那可能我今天买不成了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这里排队啊 我的天啊 的确是限流了 这个得多久才能进去 不过我那天看好像进去的人还是蛮快的 估计是几秒就有一个进去吧 如果是几秒就有一个进去 我现在过来看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吧 那应该等个两三分钟我就能进去了 看看吧 看看是不是两三分钟就可以进去 现在队伍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好像还是挺快的 没有我想那么糟糟 可以看到刚才队伍里面有一些人有戴口罩 有些人没有戴口罩 好吧排队中我就先暂停一下 我移动的非常快 已经转过来了 其实所以说其实是很快的 别看队很长 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 我还是挺佩服这些人的 都有买到口罩 可能是现在口罩没有这些那么难买了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没有戴口罩 我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有没有戴 三分之二有戴 我发现它是一批一批的放的 一次放个十几二十个进去 那我们现在估计是 我估计可能就在下一批就能进去了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请留下距离 谢谢 谢谢 刚才进门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手上都配那个 我带着手套可能我等的时间还不到5分钟还是挺快的 刚才那个人在后门又进来 然后他是工作人员 好了我进来了 OK 所以要买些什么呢 好我先暂停一下 等一下 先随便拿个咖啡吧 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的 这些人是心大呢 还是因为没买到口罩呢 刚才我把我 刚才我爸打电话过来把那个录制给直接中断了 所以我现在要去买牛奶 买什么牛奶呢 随便买一罐 就这个吧 就这个就好了 然后 然后还要买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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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饮料区了 先把饮料买了 先给我点百事可乐 先给我点百事可乐 再买点那个漆洗 再买点漆洗 再买点漆洗 再来一瓶漆洗 然后这是汽水 这个就是单纯是汽水 水加二氧化炭 没别的东西了 好了可以了 我觉得饮料够了 在前面去买面包 在前面去买面包 要买两包还是买一包 我也不记得了 先拿一包吧 我先暂停一下 我看看购物清单 刚刚看完清单 我现在去买花生酱 还有高筋面粉 可是花生酱在哪呢 我不知道呀 想到就是这 还就在这呢 可是他没有说要买哪一种 有太多的花生酱 所以我不知道要买哪一种 就这个Picnic 这个Smooth 听他说是Smooth 那一个就这个 买两个 再买一个 好花生酱油了 现在黄油还没买 还有面粉没买 面粉就在对面 过去看看 这是糖 这是糖 这还是面粉 这还是糖 面粉再买一个 这个要买一个 这是自发的 还要是高筋 哪个是高筋 我不知道呀 面粉只能买一个 我的天呐 那我那个小包的还买吗 我的天呐 只能买一个面粉 我来问一下 因为那个面粉限购 所以我最后就只能买了一包 那个自发的粉 还是很小包的 一点点 我现在去买一个奶油 奶油 奶油应该在这附近 就这个 这个吧 这就是奶油 OK 好 我好像清单里面都买好了 那就剩下就是我自由发挥的时候了 这边是卖薯片的区 这边是卖薯片的区 你看看有没有好 有没有好吃的薯片吗 这个五块钱两袋还蛮好的 这个味道还不错 底下这个 不会经常买 不过这个现在太贵了 你先买这个吧 每一匹客也特价哦 那随便买一个吧 不对啊 我就这个吧 两个五块 所以我你再挑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等于是 中奖是吗 就是不知道里面什么味道 拆的 那就中一个奖吧 好了 我觉得也够了 这么大车的 可以出门了 然后出门的时候 别告诉我没带钱 应该不会 OK 先暂停一下 我来去 再 double check我的清单 看看有没有露什么 连香皂都限购了 洗手液限购 香皂限购 然后这个死痛药也限购 我的天哪 就是没明白香皂都限购 还好我家里香皂都限购 准备出门了 全部都是不接受现金的 我的天哪 不接受现金的 现在好玩 好了 我结完账出来了 刚才结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因为你看地板上 还有这个标记 地板上那个黄色标记是代表你不能站在那 所以他刚才叫我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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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出口变成只有这里才能出了 以前是两头都可以出的 那现在就只能这边出 因为那边限流了 所以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很明确 所以收银的时候我要跟收银员保持一米多的均匀 当然最后刷卡的时候还是得靠近的 因为他的这个刷卡机在那没办法 这样我是要绕好绕好久才能绕回去 因为我是从那个口进来的 这就是刚才买的满满一车的收获 总的来说买东西并不是很困难 外面排队不到五分钟就进去了 所以说虽然队伍看过去很长 有四五十人吧 但是四五分钟 总是五十人就全部进去了 所以说 所以说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好 现在准备把东西放到车上 OK 现在回去把东西都放在车上 现在准备走啦 现在准备走啦 总的来说今天购物 刚才那个车仔蓝牙把那个录制给搞断了 好现在准备回去了 那总的来说今天的购物还是挺顺利的 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等待时间 这是很好的 然后超市里面就跟平常一样 东西是非常的丰盛的 没有出现任何东西的短缺 但我刚才没有去看那卫生纸的部分 我相信现在也不会短缺了 之前的抢购槽已经过了 然后所有如果人想抢的东西 现在都会被限购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首先就是我们要买的面粉限购了 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香皂洗手液 然后那个止痛药全部限购 就是不管你想抢什么它都限购 所以说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人 当然买到想要的东西了 当然我今天没有买到我想要的所有面粉 本来是要买三小包面粉的 但是他每个人只能买一袋 而且我要买的高筋面粉 本来想买两袋高筋面粉 小袋那种也没有卖了 因为卖光了 就是限购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卖光了 不是说限购你就一定能拿到 所以还是有东西会买不到的 还好不是非常重要了 不是只是面粉而已 我们家里其实有面粉 只是不是高筋的 我老婆说要买高筋的 估计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东西 一定要用高筋的面粉 好了 那这就是现在的购物的一个情况 在新西兰分成第十一天或者十二天 或者十某天的时候 现在购物还是非常方便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